好现在AI的应用真的是无所不在 这一次山陀尔台风在台湾 慢慢走走了好久 那大家都在预测路线呢 我们看到美国日本很多地方都在预测 结果谁预测的最准呢 据说是 灰打的AI系统 好这就要来请教你了 你有预测到这个山陀尔会放两天假吗 没有大家都以为礼拜三应该不会放 北部正教室 然后以为今天会放 对啊这个礼拜四礼拜五 结果回答这一次好像预测是最准的 是 对 等一下来看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在 台股的部分外资的筹码 那这一次攻到大概快接近两万三期货 两万三 左右的这个位置 那其实从高点也 摔下来超过一千点 那暂时看起来两万三成为这样子的压力 因为包括 刚刚提到的量能不出来 那国际的资金包括对冲基金 雅谷部分外资 都往陆管股去跑 所以在一个资金失血状况下呢 那指数比较暂时难过新高 那关键第一个看到 十月十七号台积电的法说 那可不可以给出一些比较正面的讯息 那会不会让 外资呢再稍微回头 青睐一下台股 那所以低档的话呢 两万一千九百点到两万二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蛮重要的位置 看起来 从 放假那天的晚上 到今天都是有守住了 是 看起来有尽量在守 那这个地方最好是不要破 所以如果破下去的话呢 我们等一下看可能 下一个支撑会在哪里 那另外就是在 围台的这个部分 那 这个地方好死不死 高点 刚好又是空翻多 是 空翻多 那还有这两天 多单稍微有降一些下来 我们现在都 所以实在太准了 对 这个比小台还要准 小台现在因为 这个保证金越来越高 所以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筹码藏在里面 那这个 基本上已经 上市很久了 这个N 母数已经大于30 在统计学上面已经可以成为 有统计样本 大家有这个稍微学过 统计学法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看围台就可以 因为围台 基本上外资也不会去弄这个小东西 法人的话 基本上散户的这个反向是蛮准的 那不过我们看一个中长线角度来说的话 台子权 就是选择权的这个避险的波动率 最高是在八月股灾那个时候 那这一次是九月份大跌千点那个时候 那可是我们看到已经越来越往下降 那这一次 也是大概到20左右 那VIX就来到一个相对低档 那现在短线又来到25左右 那我认为大家盘中可以注意一下 选择权的这个波动率 这及时都有公布 只要没有到27到 28以上的话 我觉得都还算安全 表示说市场上 避险的那个情绪没有那么高 那再来我们看 下个礼拜三要结算的 选择权 那这个礼拜因为 台风递延的关系 变成今天结算 那下个礼拜三就是 WEEK 2 的这个选择权的 支撑呢 两万两千点 在这个地方 两万两千点这个是最大的OI 最靠近现在指数的OI 那下一个 OI在哪里 下个OI就在两万一千七了 所以如果两万 一千九到两万二这个地方如果守不住的话 可能往下还要再两三百点 这个就比较稍微麻烦一些些 而这一波现货呢 带量起工的这个位置 第一次是在 二 一 三七三 那第二个 带量的这个位置是在 两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左右 大概记住大概两万一千七 所以两万一千七这个是重要资争 这边是不能破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 这次台风的预测 是 好那气象局啊 这两三年以来 因为台湾有非常多这个台风 然后非常多这个大数据啊 把他拿去喂给AI做训练 也跟辉达的这个深层式AI做合作 好 好那 以前用的这个系统叫 DWP 那准确度已经不错了 那这一次的三坨台风呢 包括是 美国海军啊 日本气象艇都认为 应该会走 东边 这个图 台湾在这里 台湾已经被夹在里面了 大家都 大家都认为是 西南部上来没有问题 可是 像这个美国海军 日本都认为 会 西南部这样插边球 从东边过去 有人觉得从东边 有人觉得从西边 对 可是只有 灰达呢 就黄色 这条 黄的 好埋在里面了 有一条 黄色这个线 他认为就是 跟这次路径是一模一样 西南部上来之后 大概就从西半部这样上来 好 他是很少见从高雄 登陆的台风 对 然后登陆之后 后来就解散 对 快到桃园的时候宣布解散 对啊 就每次碰到中央三美 有户国神山 所以其实这次的话 解析度也从25公里降到两公里 等于说已经 非常 能够用卫星那种角度去运转 那其实他可以用图像的去做模拟 所以其实可以 让单次的推理速度高达1000倍 而且能耗少了3000倍 所以从今年7月份开始就已经在开米台风有发挥作用 好 灰达福西盘古 谷歌微软 结果现在是灰达胜出 对他们说微软偏差比较大一点 对 所以未来几次这个放台风 大家不要觉得气象局都不准 是 西盘局现在有这个AI 未来越准的 好 好那我们看在 大摩的部分 那也认为 在 因为黄荣星昨天晚上出来讲说 大家又要抢这个 有多少就抢多少 晶片 都要抢的 所以呢 在今年应该可以开始生产 那应该是12月 到明年第一季就可以量产 明年第一季部分 而且明年又出来一个进阶版 叫做B300 要接棒 所以包括像是 这个B200在第四季贡献 汇达营收呢 大概就50到100亿的 那个美元 那第一季呢 产能再大幅提升到 75到80万颗 计增大概三倍 那像是上次有跟他提到的这个鸿海 今天 在全资股当中表现也蛮强势 其实第一季 165到 170的这个支撑一直没有破 那到今天 快接近200 这个部分涨幅也来到10%了 那我们看在汇达的部分呢 始终在三角收敛 这个图大概讲了两三个礼拜 震荡越来越小 震荡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这种三角收敛 那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就技术分析里面说 如果三角收敛到越末端的 他的突破会力道越不足 三角收敛如果在 二分之一左右就突破的话 那他的这个突破力道会比较强 谢谢 所以如果 我以为整理到最后要 八威了勒 没有 对 通常这个就是甲方 乙方 这个 对 鱼翁 相争 欲棒相争之后 鱼翁得利 所以 后面常常会又形成 一个 相形的整理 三角收敛到后面 大家去 看一下 过去如果有一些股价这个案例 所以 现在挥达的 这个压力跟支撑 比较要看这两个点 已经不是后面这边 因为后面这边 已经越来越压缩状况下 很容易做突破 所以压力注意下 130左右 那支撑的100亿 我认为应该是不会破 那包括像挥达目前的 本益比评价 差不多是位在五年 五年平均的这个下缘左右 五年平均这条线 这边是负一个标准差 这边是正一个标准差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的这个本益比看起来是 30到40左右的话呢 其实跟过去 的这个股价比较起来 虽然现在股价是接近历史新高 可是本益比来说因为它的获利不断提升 本益比已经是算比较便宜的 挥达了 这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包括现在 科剧的这个巨头 包括像 Amazon Google Meta 还有Microsoft 手上的这个营运现金都非常多 那有的可能要买库长股 或者是呢去买AI的设备 那这个就造成 科技巨头呢 持续的去 做这些军备竞赛 那会 推升AI的 这个需求 那包括外资 明年的COAS 需求应该会再翻倍 那我们看在这个 AI的 资金火水 台积电的部分 这当然 先进制成的部分 没有问题 那包括韩国媒体 现在都说 三星的晶圆代工 现在已经到了 生死存亡 关头 因为Intel已经不太信了 然后三星也在生死存亡 真的就是台积电非常的壮大 对 他们两个都想要弯到 超车 不要说超车 要弯到赶上台积电 可是大家想一下 就是很 直觉一个逻辑 想 三奈米、五奈米、两绿都不好了 那为什么两奈米会突然间变好 这个就 逻辑上就怪怪的 那我们看到台积电的这个部分 月线以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去做一个 中长线低接的 那包括 940到950的一个中期支撑 应该看起来 是蛮有撑的 那鸿海的部分 10月8号马上下个礼拜科技日 然后 GP200的这个伺服器 有望在11、12月就 进入一个出货的模式 那包括它也有 苹果 新机的这个题材 鸿海事实上 算了这个题材是蛮多的 蛮多元的 所以 他在 低档165到170块 看起来也是 本益比偏低 本益比大概才17倍左右 那广达 其实今天稍微 有些高高走低 稍微弱势一些些 那我认为这个 还是看灰达 那一些老AI都不动 状况下呢 那主要就是因为资金在 雅谷的部分 都往 鹿股 港股 被吸走了 所以 灰达 大哥要动 那这些老AI才比较会 跟着去动 但是我们看到 营收都表现不错 那我觉得这个 慢慢去 做一个布局 应该会 都有机会做发酵 那围影的部分也是在 低档 去做一个震荡整理动作 那也 传说有获得中东的一个CSP的大单 那我们看到其实也在一个长线压缩整理的一个状态 古王信化的部分 下一代BMC的这个产品 AST2700呢 在这个推升制程 那单价也提高了 然后月光的部分 也是呢 第二季的 这个 面板及封装设备 将会到位 我们看在古王信化的部分 那最近投信买的比较多 那外资稍微有卖 那这一天可以注意到 外资跟投信 都是大卖 就在这一根黑棒 那低点大概4200左右 可是 这个外资投信大卖之后 其实在这边撑一撑撑了大概快一个多礼拜 快两个礼拜 那关键价4000块呢 也没有被跌破 所以大家后续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我认为如果在 整理两三周左右没有破 4000的话 那其实均线就开始拉平 那后续我觉得可以 纳入 去做一个观察 那在日月光的部分 那灰达的这个 B200A的晶片 还有像这个Intel的 这个Gody3 都是采用他的 Cowars S 这个比较成熟製程的 部分 那外资也看好明年应该可以开始再做个产能的倍增 那同样是最近也是一个土洋对坐的状况 投信一直在底部狂抄底 那外资是一直卖 但是我们看股价 股价是持平的 股价没有被外资卖下去 那没有破D之前 大概140 我认为仍然是在进行一个 打底的形态 那他股价呢 是上在140之下 大概就只有这三四天的 这时间就八月份股灾那个时间 所以日月光我觉得同样可以持续进入观察 那他打底时间呢 比性化再稍微久了一些些 已经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未来可以注意一下 季线准备翻扬的状况下呢 那他明年也受惠 COVAX的产能倍增 毕竟也是我们的风色第一大厂 他的涨幅其实都落后其他的全资股 对 感觉好像法人对他 这个不是太理他 又一直没有那么有兴趣 对 那另外就是最近陆港股大涨 陆港大涨的话呢 大家就看一下有没有一些中概股 或是跟中国消费比较相关的股票 那联发科当然是跟这个高通 是在做这个竞争这个旗舰型的手机 我认为现在位阶算是便宜的 那一千一百块以下算中期的一个低档 联勇的部分也是在这个明年第二季 新品的这个部分有机会推出 那持续的扩大市占率 那我觉得长期去做一个低阶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看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 尤其现在这个很多的高股息股票呢 如果在换股的过程当中 也会去开始布局这种比较 殖利率还不错的股票 然后瑞翼的部分呢 那可以看到营收也在做一个 占比提升 只是呢 那目前的这个整个产品组合 可能还不是那么的 好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去观察 去分两三个月 去低阶 好我们看联发科呢 联发科这个最近 只有 这三天呢 是在一千块 一千一百块以下 那基本上都是 守在一千一百块以上 那包括 在这个 晶片呢 可能有传说可以涨价的优势 那同样是土洋队做好 外资持续占卖方 然后投信低阶的这个买盘进场 所以也是呢 股价在持续做一个震荡 像这种外资持续占卖方的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外资什么时候不卖 由卖转买 那如果投信呢 持续的买盘 再做一个持续进场的话 那应该有机会呢 做一个拉台 所以联马克我认为 一千一百块 这个低档区 接近的话 应该是蛮值得去做投资的 是 其实联马克是 扎扎实实有EPS的公司 对他一千块是有 有这个 EPS有他的这个 道理的 那伪权店的部分呢 包括他水冷产品第四季发酵了 然后 在风扇 马达控制IC 拉获利道墙 是 然后Switch PS5 Xbox 游戏机都是第四季的这个旺季 那9月份营收呢 月增5.5年增1.94 加上Type-C滲透力不断提升 但是伪权店他的这个 筹码会比较乱一些些 对 他大户 还比散户来的少 是 200张大户只占30% 那10张以下散户大概占40几% 那通常操作这种 筹码大户比散户少的股票 建议最好等盘中拉回 或者是有这种 比较 明显一个波段指纹的状况再去接 那我们看到主力券商也是在短打做个操作 所以 注意一下这个跳高缺口 有没有守住 但是 长期来说 仍然是有不 不错的这些题材 好 你跟总总 刚好互补 对不对 中概 总总讲的是比较传善 但是你有看到所谓的IC设计 而且跟消费电子有关的 事实上也可能会受惠于中国内需的复苏吗 对后续看这个印钞的力度 以及 整个热钱进入到中国的状况 那会带动在周边的一些电子股 好 这边非常谢谢 谷歌大夫Eason 对后来也b 国外呢 就是